第九百六十四集 他用自己的女儿来顶替他云家大小姐身份的舅妈 一个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女儿的亲妈 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善类 他那么努力地在证明自己 可到头来 有些事还是不能得偿所愿 渴望亲情 却又无法拥有 最难过的事莫过于 他就在你身边 可自始至终 你都只能是个外人 盘观别人的幸福 他不知道该找什么话来安慰他 只能转移话题 我们的合作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啊 现在就可以啊 芸汐回神过来 漠然地脸去谋底的情绪 回去我整理一下 把账本整理出来交给你 顿了顿 他试试想到了什么 纠结得拧起眉 不过 这个账本很奇怪 里边记录的 都是很奇怪的人名 我怀疑这应该不是普通的账本 如果是个密码本的话 那必然还有另一本对应的密码本 少帅问过 韩红冰账本的事情 东西是他从别人手里辗转弄到的 他自己也不清楚 只知道 这是对恶语有威胁的东西 风扬点点头 谋色深沉凛冽 试试在琢磨他说的话 他们屡屡对你下手 那么只能证明 这是对他有威胁的东西 甚至 这个账本能让人揪出他的身份 不然 他不会这么紧张 每年从恶语手里交易的毒品 何止千万 东南亚地区 根实数不胜数 复杂的关系网 人无众多 他独独在意这个账本 肯定不简单 战本里的几个名字都能查到 尚书那边已经派人监控了 你暗中再让人查一查 看看能不能把另外一个 对应的密码本找到 两边一起下手 总比他一个人布局 钓鱼要强 好 一有消息 我通知你 乔家大宅 乔西敏接到电话 从别墅出来 刚出门就碰上了 外头回来的大哥 乔新丽 看到他 乔新丽一贯掉儿郎当的 顽固子弟作风 总忍不住要嘲讽几句 哟 大小姐 这是出门呢 我听说你把市长的宝贝孙子 弄于院去了 搞砸了爸爸的计划 这么无能 要你何用啊 我看你还是别出来蹦打了 免得又给爸惹麻烦 乔西敏冷冷瞥瞥了乔新丽一眼 依旧端着大小姐的清高和傲慢 看向乔新丽这个私生子的大少爷的眼神里 永远都带着正牌大小姐 对私生子的鄙夷和不屑 恰恰是这样的鄙夷和轻蔑 对乔新丽来说 如同一根刺 扎在肉里一动就疼 他和乔西敏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他是乔家家主乔德浩 在外头生的私生子 奈何不是正事所生 在乔家这种看重难定的家族 虽然备受宠爱 可出身低贱 是他永远的痛楚 大家族对私生子 永远都戴着有色眼镜 区别对待 他的出现 直接抢走了乔新丽这个 正牌大小姐的继承权 让他这个原本应该得到 乔家所有一切的大小姐 变成了二小姐 乔家的老夫人 一向重男轻女 重然乔新丽备受宠爱 可却也备受正牌的 弟弟妹妹们的亲事和鄙夷 尤其是这个很有手段 深得父亲宠爱的乔西明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